错过送大家的1200点暴利 珍惜两到三天的拉回 因为今天节目的分享的这个原因 他很快又会喷中长红了 另外昨天分享的AI软体股 今天因为这个利多竟然又喷发了 喜欢我的影片 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 而且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技术分析 一定要帮我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并且接收全部哦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点股曾经的节目 今天是12月6号 礼拜五台北股市小跌74点 收在23193 珍惜把握遍地黄金的抢钱行情 我上个礼拜送的买点 21周变盘转折 本周你完全验证喷的1200点 我昨天跟各位预告什么 会有压力 OTC有1碰到压力 2小拉回3攻击 待会一样画图跟各位做验证 跟各位预告未来 好另外头发中头戏哦 今天节目请你认真看 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很感动 因为我跟各位预告一件事情 这个拉回短线拉回 下礼拜你注意我待会教大家的一个讯号 当这个讯号出现台北股市 必立刻再喷中长红 那请你认真看哦 好来投报 今天跌74点 再发邀请函 为什么 123法则 OTC顶到长均线压力 拉回完全运证啊 上周送买点 本周大喷发昨天预告有压力 要小拉回今天拉回 有没有全部预告全部预告了 那下周清楚哦 下周一二布局很快有三的爆喷 到期请你看哦 认真看来投资料 另外呢我昨天跟各位讲过 台北股市10月11月行情不好 因为个股结构很差 好那现在个股结构转强有没有 高价股千元以上的高价股出现头头高 底底高 代表什么结构好转之外 偏地黄金 偏地黄金证据 昨天已经做教学 除了教学完毕之外呢 昨天讲才讲宏基资讯 有没有 云端服务 从规模2600亿 提升到未来有8000亿 价值投资稳稳成长跟爆赚的一个云端服务 AI软体没错吧 园区的讯息有没有 好 AI软体大爆发 好霸气跟上 结果你看今天哦 今天AI软体吓死人了 有没有看到运营股 运营股喷涨停 然后呢 微软喷涨停 宏基资讯连续两天都大长红 好 那针对今天AI软体 果然如昨天分享的大爆发之后呢 有大力多哦 待会请你认真看哦 蒋老师太棒了 全心全意帮各位挖掘出园区 最强的第一手讯息 待会请你认真看 另外投资表来哦 听清楚哦 产业要大成长 投信作帐 集团作帐 主力11月受伤要抢钱行情 他要做的股票 绝对是产业必须大成长 因为唯有产业大成长 才是未来股价能够创高的关键 来哦 各位举例做说明 我讲多久了 我讲多久了 你看这个滑帮电 从头到尾都是头头滴滴滴滴 有没有 他趋势负邪率没有扭转 你做这种股票 要赚钱很难啊 有没有 好 那除了滑帮电之外 来哦 2303的连电 有没有 这个头头滴滴滴滴你怎么去买这种股票呢 答案就很清楚了 所以说一定买什么买大成长 唯有大成长的趋势才是股价未来创高的关键 今天再来看这个看这个是谁 8069的圆太 �帮为什么 看 为什么今天会破线 你看哦 在今天破线前 你有没有这个 用心把基本功学好 之前股价如果是趋势正协率 OK 没问题 去做它 绝对没有问题 但是从这里就出问题了 有没有 在这边 这一根就出问题了 他已经确认趋势由正协率的成长 变成负邪律的衰退 那负邪律不是主生 不是多头 你跟他谈恋爱干嘛 那今天是不是果然 真的又破线了 懂意思吗 所以说 听听楚 一定要有大成长的佐证 因为唯有产业大成长 才是未来股价创高的关键 很清楚了 好 你再来回顾一下 上个礼拜五 同个时间 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洞悉主力这个思维 什么思维 有没有 加征关税是手段 他不是目的 所以是假利空 台北股市的税优存益 明年继续大成长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那个所有的地缘政治利空 都是你爆赚的好机会 我讲的够清楚 够直白 对不对 非经济利空 当事件过后 股价一定会有 报复性的反击跟反扑 有没有 每次第一档 你都恐慌 头发有没有 先确定 什么是股市的真相 股市的真相说 你要确定长线多头 长牛有没有改变 只要确认长牛没改变 越恐慌机会越好 等全面性乐观危机又重现 把我的话牢牢记在你的心头 有没有 上礼拜讲什么 讲主力思维 主力看到空单进场 看到二十一道转折 他闻到大肉的血腥味 有没有 洞悉主力思维 太多人因为空单 因为借券放空保守了 散户上个礼拜 经历这么多的利空 他绝对不敢贸然进场抢钱 即便他知道他也没有胆 就是主力吃定散户的地方 我上礼拜读全国唯一一位跟会讲 主力心态的分析师 没错吧 嘎空的燃料来了 我不是在股价连喷 我这个四天 四天喷了1200点以后才讲 这完全在破底那一天 在创新的那天 竟然跟各位说有嘎 会有嘎空的燃料 没错吧 为什么在上个礼拜 嘎空来到如此的关键 21周 利空测试 洗盘越凶 行情越大 有没有 八个利多 连八个利多 主力奋起嘎空都事先讲 然后千万不要放空 讲三次 怕你不相信 提醒你耳提面命 苦口婆心 千万不要放空 没错吧 上礼拜送大盘 21周转折 OTC21周转折 长牛短熊爆赚机会 太多粉丝太感动了 因为认识江江 因为听江江的教学 然后他心态成长 对股市建立的很正确的观念 长牛短熊 原来是爆赚机会 有没有 11月先跌 所以12月双作战 注目行情 这个行情反而会更大 压弹簧 压皮球的意思 完全一模一样 有没有 未来会有 一个分析师 要努力制造 这个创作 这个优质好节目 讲未来 不是讲过去 讲未来 让各位 能够充分掌握 未来获利的契机 完全印证 昨天有预告要回 今天是不是回了 好 来看OTC 上礼拜有WD WD被离收缴 马上要喷发 喷发啦 好 投资朋友 昨天是不是一二三法则 昨天顶到长均线 尊重长均线一下 笑灰 在宫 今天是不是跌了0.7% 完全印证了 所以的话 赢家掌握机会 输家慢好几拍 懂意思吗 赢家跟上江江 掌握机会 输家慢好几拍 那就节奏就不对了 投资听清楚 好 那是什么原因 我的看法是 震荡两到三天 他又会喷中长红 注意听 因为有太多空弹没有补 太多散户 人在观望 还有很多阻力 要涨五到八周 只涨一周 他还有四到七周可以 懂意思 所以第一个 错过上周 买点 少赚了1200点 你只有两到三天机会 你只有两到三天机会 投资没有 什么是趋势 股市的多头趋势源自哪里 心理预期跟货币 股市未来有没有 继续长的成长性 注意看 全球经济稳健成长 明年AI狂潮爆发年 台股景气 去年复苏 今年成长 明年扩张 降息循环资金很多 没有改变 12月份 还是目前有78%的几率 要降低 投资费有没有 什么是多头趋势 多头趋势由心理预期 跟货币共同产生 对不对 好 那股未来成长的预期 讲过了 刚刚各位分享了 目前趋势多头没问题 那来了货币哪里来 我们注意看 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未来会喷中长红的关键 注意看 好 你这个是什么 这是新台币的走势 回想一下8月份 好 8月份为什么 出现什么样的讯号 8月份的台币 结束贬值 油贬转升 资金回流 投资票 这是什么时间 8月份 就是8月5号 我们买F4 然后隔天买联军的 那个转折 有没有 投资注意看 好 因为这个讯号 所以台币油贬转升 资金大幅度回流 有没有 什么是多头趋势 多头趋势涨 涨股市未来成长的心理预期 加什么 加货币 没错吧 好 OK 好 那这个印证之后 来 那现在 台币今天出现这样的讯号 所以投资 下礼拜只要看到台币油贬转升大升 然后升破这个趋势线 那资金又回流一次 那请问答案有没有很清楚 8月份的走势会再来一次 5到8周 5到8周 我们注意看 注意这个时间 8月份 对不对 好 来 我们把图形讲完之后呢 回到哪里 回到台北股市 有没有 8月份 8月份 为什么这个点 这个点 为什么这个点 8月5号 我们买F4 再买中小型 后面是爆喷爆赚 5到8周 有没有 好 那下礼拜台币出现什么 一个正向的继续做升值 最好是大幅升值 升破趋势线 那答案就出来了 你错过这个1200点 下礼拜把握震荡买点 然后由台币的趋势 获得佐证 很快的又有中场红 涨完签点 又有签点了 是不是 所以这是逻辑 懂意思吗 所以投资朋友 注意听 这今天最重要的解读 下礼拜台币 只要出现我刚刚花的这个讯号 不用太多 他只要跌破那个趋势 改变那个趋势 错币就来了 懂意思吗 OK 再来 所以回过头来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未来多头的趋势 如果掌握 除了心理预期 需要什么 货币 懂意思吗 所以答案太清楚了 说务必把握了 有没有 从开始节目到现在 技术观点 远距讯息 都是你外面看不到的 有没有 太棒了 所以先按赞 再继续看精彩节目了 来投资小继续 来 我在礼拜二跟各位讲过了 你不要放空 千万别放空 讲三次 为什么 积极调整股票 把握年终的遍地黄金 抢钱行情 年终大纲 大纲空 逆转大胜 绝对不难 有没有 特别图 来到高点会震荡 震荡再喷 震荡再攻击 你不要等24416 你不能等逼近24416才买 为什么 那时候 现在的大肉变小肉 到时候也只剩汤了 多头绝对是由低档 一路赚上去 不是等到碰到创立的新高 才去做追高 请你务必把握 5到8周 扣掉本周 你还有4到7周 所以时间很迫切 不能再迟疑了 不能再等待 而且借券大幅回补 没看到 凹空的翻多 没看到 懂我意思吗 所以一定是 这两个讯号出现才有危险 没这个讯号 放胆霸气转 特别是听主 不是等下礼拜 喷出中长虹 才霸气转 是趁他松场休息 务必把握 两到三天的震荡洗盘跟回测 务必把握 为什么 园区讲 没有迹象显示 AI潮流有放缓 所以OTC太清晰了 投资来 我昨天是不是跟各位讲 OTC碰到长均先会回 是不是 没有马后炮 没有一天是马后炮 所以投资 这个是什么 这是OTC 你错过这里稍微回个两三天就喷发了 这什么 一 二 三法则 讲过了 所以昨天交完你今天就会了 所以你完全不会害怕 今天OTC拉回 有没有 这是你每天 所电节目的价值跟回馈的 没错 可以继续把握了 所以 太精彩了 有没有 所以 住宝行情展开了 所以好好把握帮自己拼大红包的机会 讨论 注意听 现在上周是大口吃肉翻倍时间 下周也还是 但是你等到过两万四 甚至过二四四一六 对不起 只剩下汤了 同意说 一起冲 一起冲暴利 不要等过两万四才问我 嘉嘉老师 有没有标股 懂意思吗 赢家一定要掌握节奏 然后再来 个股结构转强 为什么我说是遍地滑街争据 昨天教学过了 你看 重量级股票 市心是千元 千元以上的重量级股票 想说也是 这些千元高价股出现头头高底底高 大户归对中小型抢钱 答案太清楚了 太清楚了 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个证据 顺应这个趋势 顺应这个潮流 红基资讯 它是AI软体股 云端服务由2600亿美金 成长到8000亿 商机太大了 价值投资 由稳稳的商机里面 看到一个 它的这个商机的一个成长性 没错 AI软体大爆发 物币跟上 有没有 今天狂喷了 为什么今天会狂喷 再看一次 微软为什么今天出现一个狂喷 云云股也是 这个是云云股 云云股 很明显 给各位画图了 过去是负血率 连两天转正血率了 现全部都能够站上 好 云云股喷出 微软喷出 红基资讯喷出 为什么 你看掌握讯息的能力 有多强 AI软体股 独家大利多 利多来自何方呢 它在OpenAI 有没有 OpenAI它开发一个 出租平台 就是说你不用 你想要去跨入这个AI领域 从AI赚取更多的获利 你以前要先开发 要投资 做基础建设 把所谓的AI的基础语言 开发出来 这样子才能够进一步的 放在AI 投入来 OpenAI很厉害 你看 作为一个趋势的领先的线端 它开发一个出租平台 不用研发基础语言 也可以跨入这个AI 也是说这个可以用租借的方式 省下好几百万 甚至更高的研发机会 研发的经费 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 所有的AI资讯通讯公司 网路服务公司 软体公司 它可以省下好多的成本 直接跳级 进入什么AI的殿堂 AI的世界 懂意思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 狂奔的原因 昨天就讲了 东一是说 领先真是爆赚的权源 没错 所以务必把握 你看 影片制作超用心 技术分享无价 你看连台币下周 有个很重要的转折 你今天都知道了 园区讯息都宝贵 播控点赞 让更多人看见优质好影片 你有任何持股问题 散谈QR Code 加入粉丝团 来做咨询 投资票 AES 有没有 你看哦 为什么我们可以赚89% 为什么领先 你要在股市里面做到大钱 需要领先 需要与众不同 别人不知道你知道 别人不敢 你敢 懂我意思吗 永远都是如此 所以我们的AES第二 J棒标股 我们下周还有最后一次买点 已经赚30块钱了 还有很长的一个大波段要走 持续看好 跨年度黑马也是你一定要做把握的 三天拉了37块钱 还有最后买点 下周听清楚 OTC太棒了 碰到压力短回 今天果然回 只剩下周一二震荡 你没有买的话 礼拜上以后就喷出去了 下周三以后就中长虹喷出了 那时候你要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的 务必要把握投资朋友 好 我们讲 我们刚讲过 台北股市多头趋势来自什么 未来的心理预期跟货币 没错吧 心理预期跟货币 那未来的获利成长性可期待吗 可期待啊 第三季第四季 获利年增率翻倍啊 独家讲过了 10月29号啊 早就预告了 然后上个礼拜 外销订单渴望在续增4.7到8.6% 所以安哪 没有人在低档破底 可是基本面没有问题的情况 跑去放空的 我上礼拜 上礼拜讲的 哪有放空凹空的道理啊 是不是 你听我的准没错 没错 当市场担心恐惧的时候 往往都在制造机会 相反 未来过24.16 当市场一片high的时候 都在制造风险 没错吧 把我的逻辑 把我的经典经据 牢牢记在心头 所以长牛短胸 爆赚机会 绝对不是等短胸 短胸变短牛 狂喷后 懂意思吗 务必牢牢记住 只要确定台北股市修正 没有跟基本面 就毫无关系 基本面没有衰退 越跌越深 低档越要把握 答案很清楚了 你看采购经典指数 PMI51.4 扩张期 很明显站上龙枯线 扩张加快 有没有 我先讲 我先讲 明年是台股产业的紧气扩张期 媒体拿数字讲扩张 领先永远是爆赚全员 懂意思吗 所以听清楚 只要你不放弃 你永远都会有爆赚机会 要有信心 一定要有信心 F4优质好股票 还有一大堆题材 都撑起台湾的经济持续成长 进入扩张期 有没有 外资永远无法改变 优质好公司的成长 投资票请问 台积电他上个礼拜这样子砍 他第一档这样子砍 请问有改变台积电的成长吗 有没有 上礼拜这样子砍 砍成这样子 后面不是买回来吗 你们发现很神奇 外资低档看 可是在高档 又用更高价买回来 懂意思吗 所以务必把握 所以你一定是趁这个 我各位教学的大专的信念 大专信念没有 外资迟早会认错 帮我们台教买回来 那你为什么不趁 外资在卖的时候 跟他对坐呢 吃他的豆腐呢 是不是大碟买台积电 813 大碟一样买台积电 千元一下具有保护伞 12月嘎空的燃料 来了台积电 没错吧 买啊 趁着外资在砍台积电 市场对台积电有很多的利空 导致散户很恐惧 很害怕的时候 长牛短胸 长牛短胸 爆赚机会 印证啊 都是趁大碟买进胜率高 喷出后才追容易套 投资朋友 太强了 没错吧 全胜呢 没有输过 是不是 我们的会员太棒 太赞了 没错 有时候完全印证了 好的技术 好的技术观点 好的投资理念 真的可以创造很多平安幸福 快乐的小散户 没错吧 是不是 好 台积电会喷 那跟着台积电成长 你把他的股票 把他抓出来 有没有 你看10月18号 独家讲 第四季台积电成长 肯定靠谁 靠AI 靠AI的HPC 商机要把握住是谁 创围 有没有 好 123买进144 福利社再讲一次 喷到180了 有没有难度 没有难度 从123赚到183 赚了58万 赚了116万 赚了47% 有没有 找成长性的股票 趁着股价没有喷出 买相对低电 那股价一喷发 媒体会讲 会帮你抬教 有没有 祖生起掌 滚雪球 康庄大道 所以你看 我的逻辑 我的价值投资的逻辑 永远都是这么清晰简单 只要你愿意学 每个人都可以学会 有没有 你看 AI的CPU 有没有 我从第一次买光盛 从100多块买光盛买起来 到现在8个月了 8个月 光盛100多赚到500 回来380又买 542 这两个波段赚三倍 产业成长性 产业成长性 是股价未来能够创高的关键 同意吗 联军不是股价喷出产板 有没有长牛短熊 长牛短熊爆赚机会 喷翻了1.53倍 是不是完全印证了 美国的光通讯元件一个月翻一倍 然后光通讯有大陆的转单效应 台湾足够 它具有够大的代工量 所以一定是受惠 华星光所有的会员都能够看到 这个盘前解盘 华星光 华星光153 153喷到哪里 喷到218 有没有 你是买153的华星光 你赚60万 你赚127万 你不是等到喷出去200块 211 媒体在讲 投稿老师在追 你才去做这个追价 有没有 股价永远是怎么做 投资没有 我们华星光赚66块钱 低档布局喷出减码 每一档喷出我都会减码 留基本单 同意是吗 投资没有 把股市的正确理念 架构逻辑把它建立好 你会在股市很轻松获利 这是赢家物质操作 投资朋友 那很多傻物怎么做 低档我不敢 低档没人带 我没信心 我不会 不晓得怎么买 高档 好多媒体讲的时候 嘴 投资朋友 一定要改变 你不改变 你再多钱都会输光 我讲的很残酷 可是它是事实 懂意思吗 所以务必把握 好你看 我昨天才讲 园区告诉我 除了2025年 CPU持续成长之外 2026年 他营收 5个制作超级大爆发 园区第一手讯息 所以我说过 长线一定会有翻倍标过 还有 翻倍标过 因为我们光是翻三倍了 还有听清楚 长线CPU 绝对贯穿 整个2025年 园区的第一手讯息 来做佐证营收大爆发 所以投资人来看 我昨天说什么 还有两档 还有两档CPU 滴滴期 你看讯心 你看投资人一档股票 我们怎么做 讯心199赚到289 再从238赚到 福利社又讲了 赚到263 好 昨天236 每次都是趁大会买 趁大会扣3D买236 今天253 是不是投资人你看 一档股票讯心 我们赚三个波段 来看讯心的K线 投资人来 你看讯心从6月 从6月开始做 你看一档股票这么闷 这么闷的股票 我们做一段 然后做两段 做三段 有没有 整个大区间 整个大区间的火车月台理论 我们做了三段 三段获利62% 谁的功劳 江江跟APP的功劳 产业确定是大成长趋势 是未来股价能够创高 关键的功劳 是不是 所以从头到尾都是产业跟理念 产业跟正确的观念 懂意思吗 所以说太棒了 务必把握 务必把握 跟上最强你就对了 有没有 理线布局的目的是享受股价喷出后 被全市场抬叫的喜悦 而不是喷出去之后才乱追一通 懂意思 要找分析师帮你找最会做主身段的就OK的 没错吧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把握 再讲一次 精选成长产业 提早布局 未来喷出变标股 当你的做法成功之后 跟以前不一样之后 你的心境 你的成效生活 截然不同 那个层次 从小散户输家出命 变成赢家的荣耀 赢家的喜悦 懂意思吗 你看这个台湾店有没有 你看假的一个礼拜 领先讯息知道知道他的营收会创历史新高 那昨天公布有没有 大创历史新高 所以投资料 你看到很简单 把基本功学 一个三角收敛突破 买呀 买呀 赢了 不是等于昨天公布营收 今天去追 懂意思吗 领先永远是暴赚全员 所以我讲的都是理念 技术观念 节目每天很用心制作好节目 跟各位分享 带进带出会员权益 你可以什么要QR控制的粉丝 来做咨询 或者是输入ID 小老鼠 WIN 5899 小老鼠 WIN 我8899 超级 大概空 我不是现在才讲 上周讲 那个主力思维 他闻到有大鱼嘎空的血腥味 你看 上周讲完 本周喷了1200点 谁谁最强 答案都很清楚 对不对 好 因为我们研判会涨 5到8周 好 那现在扣到一周 还有几周 4到7周 没错吧 所以把握了 送APP 送APP 即将结束了 抢钱 一起抢钱过好年 有没有 APP为什么一定要拥有跟安装好 未来会喷的通通 帮你选出来 均好箭头 没有人看不懂 你看 这个箭头 这个箭头 波段爆喷 整个都是红色 没有看到 爆出你一辈子 没赚过的暴力 这个箭头 红色 太棒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单纯 1.7倍 打破很多赏户的生产纪录 不要讲1.7倍 很多赏户 连七成都没有赚过 是不是 所以务必把握 只要进细数 等下一波 中长虹喷出之前 把APP安装好 它会帮你很多的忙 幸福的全员 再来ASKY 有没有 我们有没有等股价喷出 媒体 每天重复去报道 我们才做最高 没有 10月7号 没有媒体讲 没有媒体爆利多的情况下 APP选出来给箭头 让你用眼睛看到主生旗掌爆赚的证据 证据 578赚到1095 89% 517万 是不是太开心 是拥有APP的价值 高级 102喷到123 没有一档是最高 没有一档是最高 获利的21% 我们的会员都是最棒的会员 给会员鼓励 好棒棒 没错 APP一定要拥有 务必要拥有了 来看这个造力 有没有 那是精彩的教学 我跟各位教过了 过去是这样子 我不会买 可是我看到不一样了 有没有 我节目讲的 跟我做的一模一样 代表是实战的 真正赢家的方法 有没有 好 造力可以轻松买 200块钱以下 今天20了 是不是没有一档 喷出后才追 轻松获利 而且每一档 都保证是真实获利极小 品质保证 投资标的不用多 再精 选成长性最强的 成长性最高的 是未来股价 能够创高的关键 这是千股不灭的定律 务必要把握 提早跟上我的布局 未来喷出变标股 AES错过的 接棒标股 跨年度标股 下周APP选的标股 都可以轻松做把握 找最会带你做 主身段的就OK了 今年最强一段大咖空 目前只搁了一周 稍微休息一下 未来还有中长虹 今天节目太精彩了 未来的关键点 未来中长虹的发展可能性 通通帮你事先做好规划 所以你既然知道之后 一定要领先散户 积极的来做把握 小震荡喷出 小震荡业障法则 请各位牢记了 嘎空超级大嘎空 送APP优惠 请各位把握 任何持股问题 参加会员或安装APP 都可以来电做咨询 0800668085 感谢各位的收看 祝您平安顺心 赚大钱 拜拜 喜欢我的影片 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 而且可以学到很多 有用的技术分析 一定要帮我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并且接收全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